再補? 如果要你幫她化妝 你能不能搞定嗎? 好的 全部都在控制 你的臉弄什麼? 一塊塊的暗瘡 又有雀巴那些 交給我幫你弄一下 應該好像畫畫那樣 你是新手 我建議你用遮瑕粉底掃 其實中間這一層 它就可以抓住粉 而旁邊外層 就可以幫你均勻地 將粉掃上 你試試這個吧 嘿嘿 還不到你變成粉餅? 不怕 這隻粉又薄又貼 多塗幾層都很自然 還有它九成是維他命 和抗脈成分 不會失目孔的 不要煮東西 你又知道你們會適合我 當然是最白的 你一向都是我心目中的 白雪公主 譬如有些暗瓦 紅印 鼻哥邊的位置 你可以印多一點粉 然後再塗一下它 那些位置可以遮得很漂亮 嘩 自說是你了 那我削尖你的包包臉 什麼包包臉 拿個梵膏調色盤出來 啊啊 這個是眼影來的 其實你可以用深色一點的粉餅 做陰影是會自然很多的 接著就找出包包臉的位置 你要做回我的瘦臉動作 如果有想法 就可以在這些位置 幫他掃一行 嘩 這個不行 嘩 其實呢 如果你想要一個 自然一點的整體效果 一些滑一點的粉紅色 都可以令他看上去 好精神 還有膚色 好靚眼 嘩 再補 你走吧 你走吧 Garry啊 相信我 我現在幫你打高鼻子 我不想照鏡 照難看 還是Anna 你的樣子 你看看你的黑眼圈 暗菜眼 還有你的油 多得可以用來炒菜 嘩 又真的挺厲害 嘩 嘩 接著在那些重災區 好像黑眼圈 還有暗瘡的位置 你就可以用粉撲 多一點粉下去 用刺刀的方法 就可以遮一下遮得很漂亮 這個粉其實是 Semi Matte Finish 即是它看上去 不會有油光 很清爽 所以就算男生用 都不怕變粉餅了 有隻 有隻雀鳥叫什麼Bird 心氣的雀鳥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今年一定很流行 不要啊 會脫掉的 你中間滑了 不要忘記了